我是一个创作音乐人 同时我也是一名演员 那已经走十年了 那已经走十年了 为什么说 欧阳娜娜 不是 她是创作型歌手吗 她不是歌手啊 欧阳娜娜你好 这里是时空中转战 我是一个创作音乐人 我喜欢唱歌喜欢拉琴 同时我也是一名演员 我正式出道其实是在 2014年北京爱情故事 2月14号是 那部电影上映的日子 我也有演哦 北京爱情故事 真的吗 一场戏角色叫丑男 怎么了 回去看 在我自己心中 我的定义我会认为是 站在舞台上 拿着大提琴的我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 我是最自由 最骄傲 最能放松的时候 这有天分哪 真的 太漂亮了 我认为是 你好 你好 我叫刘兴阳 对 一般这种就会 受到一些争议 欧阳娜娜 您认识吗 欧阳娜娜 那您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 好像是唱那个爱情买卖的吧 那不是慕容小小吗 小提琴的 大提琴的 你对她有什么印象 台湾的妹妹会撒娇 她比较可爱 那您知道她是创作型歌手吗 她不是歌手啊 我感觉在她的大提琴专业上 散散发光吧 我只能说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和我得到的成绩是满足的 但是满不满意 我觉得肯定是不满意的 因为如果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满意自己的成绩的话 那你还有什么进步空间呢 所以我认为我还有很大 很多的空间需要去努力和进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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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